歡迎回到前百百 剛剛講到了 要有兩關要闖過 現在如果真的想搶反彈 可能要面對這兩大關卡 兩大魔王 第一個是臺積電的五百塊 到底守不守得住 另外會不會在這種壓力當中 投信已經積極的要準備結帳了 他開始不做帳了 我乾脆結帳了 這兩個問題怎麼看 第一個臺積電五百 我覺得他是一個市場信心的指標 雖然不是說五百元是多麼重要 就是應該是說還沒有反映到 他蓋兒子隨身 但是我們講整肅關卡是個心理關卡 你看今天臺積電五百元失守之後 感覺整個臺積電五百元失守之後 感覺整個臺積就是泄了氣的皮球 又在殺 連這麼好的公司五百元都守不住了 所以他還會再向殺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臺積電跌破五百元的關卡 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看外資不太準 因為外資有時候你說他要提款 你可以從688跌下來 基本面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利空 對說實在話是這樣 我覺得他本益比非常的低 那不明就是資金的一個遺轉提款 我會建議就是說 可以做分批的買進 你看今天臺積電怎麼走 我們看江波 今天其實很有趣 今天大概在一點過後 指數又再往下灌壓 他一度還有拉高 對而且是一點過後 一點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一點過後 那時候台積電還拉到平盤甚至泛紅 那個時候加權指數是從 大概跌一百六一百七 然後跌到兩百多點 台積電可以這樣去做一個拉抬 雖然中場又下去了 但是今天走勢 我覺得是尾盤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你可以去想 當然關股 對 是不是關股跟外資對著 對關股 因為我剛剛談到關股買 我覺得有可能啦 有可能他在這個地方接 但是就是我剛剛談到的 這個以他目前來講 就是說495 當然我從技術面上 當然我會認定他是弱勢股 但是我一開始有談到 為什麼他可以閉著眼睛買 因為他比較特別 他是這種大型指標權重股 然後獲利的一個預期性 是比較可以看到 今年賺三個股本以上 都不成問題 所以我會建議 手上有的續報 那空手想買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好這第一關的部分 這五百塊的多空論戰 大家都在講 今天 但是第二關 投信啊 那連投信的部分 雖然今天投信是買超 但是最近從上禮拜開始看起來 有沒有很多個股 他被迫的在結帳了 有一定有 因為行情不好 現在變成什麼 先賣先贏 我太晚賣 我賣的又更低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 結帳股的特色 相對比較危險的 可能三個條件 股價的位階相對高 不是說絕對高 因為相對就是說 可能從他歷史的軌跡 他的布局的成本來看 相對再高的 他可能就是大家會先賣先贏 我可能現在賣 還有點小賺 甚至小賠 我就會先賣 待會我會問你 哪個族群有這樣的情況 好 然後下半年營運漲望是保守的 因為投信 他如果說對下半年 這個產業族群看好 我覺得他還有抱的條件 但是如果下半年都不好了 行情又不好 那我就要先賣 然後再來第三個 你要避開就是說 最近他賣超的量比過去大很多 然後技術的型態就是已經轉空 就什麼像這樣的 均線糾結 然後均線往同向下的 我列了五檔出來 第一個族群航空類股 華航長榮航 因為最近這五個假日 投信賣了分別四萬兩千多 再跟兩萬八千張 那我覺得它是屬於 我剛才談到有一點 相對位置比較高 還算高的 對 因為我們隨便看華航或長榮航都可以 今天外資買 對 好 外資這樣買 跟投信對座 對 相對位置高值是這個 你看這個地方在這 它是大概就這兩週才突然這樣崩跌下來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地方就是 投信會有點我先賣先贏 甚至先掃輸都好 這個地方它會再持續的砍出 所以到這裡還會再跌嗎 我會比較保守 對 因為我剛才談到結帳 我們不知道它要結到什麼時候 因為你看嘛 在上禮拜可能就有人談到 差不多了啦 但是呢 今天又一根下來 22.25 但是如果再往下 價格到哪裡比較安全 如果以這種形態的話 我很簡單 我會抓整數 20塊 對 我就抓20 上次的低點也是20 上次的低點已經差不多破了 可能就是 因為這種屬於形態破線的個股 它會往整數關卡 我們試它為值分 20塊錢花航 那長榮航呢 長榮航一樣 我們看2618 也是目前好像在技術性 均線找不到支撐 那可能啦 大概前低 差不多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觀察 但是我會比較保留一點 就是說 整個均線都已經彎頭了 那投信的賣壓比較擔心 我剛才談到的 會不會再續賣 好 這是我們看到 華航 長榮航 那另外還看到有星星 就ABF宅伴 我剛才談到的 就是說 它也屬於真的 投信賣壓非常重的 就是說 你看 投信 這是投信的賣出 對 你看 它也是相對位置比較高的 我們再拉長一點點 也是從這個高原期整理了很久之後 投信這樣子一路爆爆爆爆 其實它不是說 基本面下半年展望不好 只是說沒有預期來的好 那位階又高的話 投信要這樣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放大一點 其實剛剛談到搶反彈 很多人可能在第二根黑1K 這個地方進場去搶 隔天數收了一根小下眼線的十字K 其實這個地方我會建議 因為搶反彈大概就是隔日衝 因為你賭它明天會彈 你這個地方沒有彈 第一個你就要跑 就要先跑 對對對 那類似好 假設你上禮拜五也進場去搶 你覺得這一根帶下眼線的十字K 是止跌訊號 但是今天開盤沒有開高 甚至下來之後 紀律操作 因為搶反彈就是要出 這是我們看到位階高的拉肥 但是蔣欣欣剛好補充一檔 景碩 景碩看一下 它算是很低的 那上禮拜也曾經有反彈過 怎麼今天又 因為宰版三雄連動性非常的高 你說要一檔跌 或者其他的漲 很難啦 跌大家就跟著一起跌 這是景碩 一樣投信賣嘛 你再看另外一檔南電 就三家公司 就是三胞胎 漲得一模一樣 今天南電破300 對 所以你說到底這個投信 要結賺到哪的時候 就算他們是位階低的也不行 你說對 你說修正到腰斬了 但是我覺得 這地方摸底強反彈 就比較危險 強反彈的部分 當然看到有些 可能族群性還是會影響 另外就是航運股 長榮陽明 這都是航運股比較多 你認為 可能投信會比較 我覺得還是有賣押 OK好 謝謝這個玉堂 那這樣講投資朋友就清楚了嗎 如果投信有在結帳的 或者是必結帳股的部分 還是要留意一下 經過這個暴風圈 好像還沒有過去了 但是市場在說 最近如果從國際股市 尤其是美股的部分 來看修正的話 其實有幾個指標 來當作這個市場的轉折指標 包括所謂的金絲卻指標 有人說油價是關注重點 因為油是最大的問題 要把通膨壓下去 油一定要壓下去 最近油有跌 美元指數如果沒有再衝高 那是不是代表說 資金的外逃壓力就可以減輕 還有美國十年期債 也沒有再持續衝高的話 是不是代表升息壓力 也可以減緩 物價指數有一些緩跌 甚至包括恐慌指數 有些回答 金絲卻指標 真的可以當作現在 可以比較偏多看待 市場的重要指標依據嗎 請教冠青 我想想的確沒有錯 當然我們看到 其實這邊這些指標的一個數字 現在的數字都是比高點還要低 可是我想比高點還要低 可能跟一個東西有關 就是上個禮拜的FED的升級三 其實現在大家嚇到的狀況 並不是說通膨要降 而是說現在經濟要甩腿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 經濟要甩腿的話 你是不是開始節衣鎖食了 很可能出現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甚至我們看到 其實假設布蘭特原油 其實現在是一百一十二 沒錯對不對 其實沒有回到一百以下之前 其實你說真的 這個通膨應該還是都是很危險 這幾個指標的看法是說 這禮拜的美股有機會止跌反彈嗎 台股有沒有反彈呢 其實我認為是有機會止跌反彈 但是就是反彈而已 因為畢竟他們沒有到一個 相對安全的一個點位 那當然也有這種負負得陣型的 就是類似像恐慌指數 其實恐慌指數 當然沒有錯 這邊回到三十六回到三十一 是不夠的 我們這邊看到是 應該要回到二十左右的話 世界才會平靜 不過你短期真的要回到二十 我覺得恐怕有它的困難 不過至少降下來了我想就是一個好事 好這是我們看到 市場經失去指標的部分提供給你 我們每天都拿來做個這個驗證 跟仔細觀察這個數字 立刻請停號上來告訴大家 這麼說通膨壓力好像有一點點降溫 因為連鮑爾連葉倫 還有更重要的是連拜登總統都說 我的目標就是打通膨 我把通膨壓下來 也許呢 壓下來通膨要經過很大的陣痛 還有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剛剛的居民也講到 代價就是股民 我們口袋的錢 但是呢 今天居然有這種說法 外資報告居然預告說 準備要降息了 到底怎麼回事 才剛剛升息而已 還有人說接下來七月要再升三 怎麼有人開始預告要降息了 諾貝爾獎的得主克魯曼 他就講了一個例子 來形容目前聯準會的處境 我們剛才提到說 聯準會一方面他要抑制通膨 一方面他要防止經濟 陷入中長期的衰退 等於是他舉了一個例子說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一個老舊的公寓 熱水器管線去洗澡 就是你稍微左調一點點 可能會太燙 右調一點點又太熱 可是因為管線拉得太長 你在輸送升息措輸的時候 他的效果時間線可能拉得很長 可能你現在升息他打壓通膨 是一個季度以後的事情 所以如何控制好水溫 不要讓自己燙傷或者凍傷 那就是一個學問 我們之所以這麼說 是因為現在跟通膨跟工資水平 產生了極大的落差 如果通膨這個通膨率 是八點六個Percent 工資水平上漲九個Percent 凱明你能不能接受 沒辦法 我覺得稍微可以 為什麼因為工資水平至少比通膨高一點點 至少不能被通膨吃掉的薪資成長 沒錯 這可以 我們看到 但現在沒有這種事 現在的通膨已經把加薪的幅度都吃掉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聯準會目前的窘境 這張圖表深藍色線是通膨率的變化 淺藍色線是美國工資率的變化 目前美國通膨率大概在八點六Percent 工資上漲率大概在五個Percent 但是你看差那麼多 很有趣的變化 因為現在工資增長率已經見頂了 沒有再上去 開始走一個震盪格子 可是通膨在五月份 卻不斷飆高 那中間的這個GAP 就是形成停滯性通膨的關鍵 那現在市場上真正擔心的是什麼呢 其實市場上擔心的不是通膨下不來 為什麼 你的工資水平停住之後 很快你的消費的疲憊 就會影響到整個市場的庫存週期 所以開始明顯的下滑 這個時候經濟走皮的情況底下 需求型的通膨就會高速的下滑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整條路徑線 去年最大的利空是什麼 是供應鏈衝擊 供應鏈衝擊 導致了通膨的高升 那今年上半年大家的利空是什麼 是利率衝擊 是聯準會 他要縮表 要升息 所以資金派對結束了 市場上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反應 但是從六月份開始 現在市場上反應的 已經不只是聯準會的縮表 和升息力度了 他反應的是什麼 是今年底到明年初的衰退衝擊 衰退衝擊 也就是說 目前股市在反映的是這個 是在反映二三年的經濟衰退的到來 那明年呢 明年大家景氣下行 已經一定會成立的 因為目前的趨勢已然成立 明年到時候就會探討 到底本輪是不是類似於兩千年 或者零八年的崩盤 還是類似一八年 一五年一一年的庫存週期的下滑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我們今天特別聊大摩 因為大摩是在本輪的這個牛市當中 第一個先開熊市槍的啦 是 他也是去年把台積電目標價定在五百塊的 所以他最準 他說的話最討厭 但他最準 結果是最殘酷的現實 沒錯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中研逆額嘛 沒辦法聽聽看 大摩到底怎麼說 那我們先看各國的通膨的問題 現在最可怕的地方在哪裡 現在不是只有臺灣 也不是只有美國 臺灣還好 很多國家你看到那個通膨數據 很可怕的 沒錯 我們看到現在 如果是從平穩區一路向下看 現在通膨力度比較低的 可是都還是高於兩趴 比如說中國 我們都知道他在景氣明顯下行格局 市場消費是通縮 但就連原物料的通膨 都讓他的通膨力度有二點一Percent 那瑞士近期他好不容易 從負利率零點七五Percent 上調到負利率零點二五Percent 現在通膨力還有二點九 也就是說長期通縮的市場 目前通膨力都有兩趴以上 那稍微比較放大的 你像是製造業 或者說新興市場的法國 韓國 義大利 印度 泰國 德國 大概通膨力度 大概五個Percent到七個Percent 臺灣是三點四 大概借在平穩區到波動區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算還好 對 那到這邊為止 都算是比較明顯的 反應原物料價格的上漲 那我們現在往下看到 叫苦連天區 他就是特定區域所形成的物價通膨 比如說歐元區 葡萄牙 愛爾蘭 西班牙 都在歐洲跟美國 對 那這些地方 他主要反映的是能源價格的高漲 那其實就是由污厄衝突產生的 可是更進一步 不只能源價格高漲 糧食價格也開始高速 發漲的 我們叫做水生火熱 就是一些 像斯洛伐克克魯吉亞 俄羅斯拉脫維亞 這些是屬於東歐國家 他本身所受到污厄衝突 產生的糧食危機 來得更加的嚴重 所以囤貨行為的產生 造成這些國家的通膨力度 都是十個Percent以上 那有一些極端的例子 比如說像斯里蘭卡 他是由於內部爆殺債務危機 那另外一個是土耳其 土耳其通膨力度是七十三點五 天啊 原因是因為他在本輪全球的升級 周期當中 採取降級措施來救經濟 那現在是通膨也沒有抑制住 而且經濟仍然在衰退 所以這是很可怕的物資通膨壓力的壓力區 越來越看到很可怕的地方 而且涵蓋著全球 待會回到現場就要告訴大家 但是既然這麼可怕 而且正在發生 為什麼剛剛說這家外資 中研逆耳的外資 居然現在開出第一槍說 有可能會降息 都還在升息 剛開始的時候 居然先說降息 到底我們該開心 還是該恐懼呢 因為有個誕書 叫做可能在腥風血雨之後 到底怎麼樣的腥風血雨 馬上回來告訴你